大家好,我在著名的纽约大学的文理学院前面呢 我想跟大家讲讲啊 来美国留学呢 选校的几个重要的因素 我想呢 主要讲四个因素 比如说排名要比较好 它相对比较好近 然后呢 毕业以后出路会比较好 然后呢 是不是省钱 那么呢 纽约大学呢 是举世闻名 我们大家都知道 这个学校也都很愿意来 第二呢 它有一个学院呢 叫SPS 就是继续教育学院 叫School of Professional Studies 这个让很多同学和家长呢 是既关注又担心 我就来讲一下这次的方面 好吧 首先呢 我选择一个学校 选择自己孩子 要在哪儿去 拿这个学位 那么可能大家想到的第一点呢 就是我到另外一个国家 我找一个排名高的学校 这个想法呢 是完全是正常的 不仅我们中国学生这样 比如说像中东的学生啊 像韩国学生啊 都是这样 而事实上呢 在美国这些排名高的学校呢 它有能力做科研 美国的国际学生当中 有70%都是在研究型一类大学 大概只有140所 你就可以理解成是美国的前140 那么纽约大学呢 在各个排名里面 大概都是二三十名的这样学校 它是一个很好的 第一是排名 但是呢 我想后边说的三点呢 就是说呢 你选择学校不能只看排名 好 那第二个呢 就来了这个问题 排名高 好啊 对吧 哈佛排名高 斯坦福排名高 但是我进不去啊 所以第二个呢 要好进 那么好进呢 这里边就涉及到 我进它的哪个学院 比如说我旁边 这个呢 是它的Brown Building 它是Biology和Chemistry 是它的生物系和化学系 那这都是最强的学院 那可能这个学院呢 就不太好进 而对面这个楼呢 叫Stayhart 这个学院呢 就相对比较好进 而它的SPS呢 可能就更好进 你说我想来享受 这个学校的教育资源 那么我的成绩 可能我的背景呢 又不是那么高 我想呢 在这个学校里面 来完成个教育的提升 所以呢 我进到一个相对 比较好进的这个学院 这个项目 这个想法呢 它是无可厚非的 所以你不能说呢 人家又这么容易 把我录进去了 然后呢 我又回头来说呢 因为你容易录我 所以呢 你非常水 这个想法呢 不太对 而且呢 在纽约大学 它的各个学院呢 你最后拿的这个学位啊 盖的章 都是纽约大学NYU的 它各个学院 它只是呢 侧重点不一样 比如说我去了 生物系化学系 那我可能呢 做科研的重点 会比较多一些 经历比较多一些 那它就是培养PhD啊 是将来去拿诺贝尔奖 做科研 那么呢 你要是到SPS呢 它就是在 项目管理啊 数据管理啊 房地产管理啊 风险管理 它就是最强的 我有一个美国的朋友 就专门到NYU的SPS 去学非盈利机构的 风险管理 对吧 因为纽约这个地方 是有众多的这些企业 有这样的需求 所以呢 你在这呢 它就跟市场更接地气 如果你来的方向 并不是搞科研 去拿PhD 去拿奖 那么呢 可能呢 去SPS 可能是有更好的前景 好 那就提出到第三个 就是这个出路好 出路好呢 我想提两个方面 第一个方面呢 就是 我去到一个排名好的学校呢 我是希望 他有人 有雇主 因为我这个学校有名 对吧 我是NYU 那么呢 能够给我一个就业的机会 其实呢 排名啊 对你第一次到面试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 因为我对雇主 一二百个学生 这都是大学毕业的 对吧 有NYU毕业的 也有比如说PACE毕业的 那我可能就会认为呢 NYU毕业的学生呢 整体素质会要好 但是呢 这只是一个希望而已 在求职的过程中呢 可能一个是看你学校的牌子 但是还有呢 要看就业的经历 比如实习的经历啊 你个人是不是爱来事啊 对吧 你在这个学校里 成绩是不是好 要看这些东西 好 那就涉及到这个学校 它的以前就业的历史如何 这个就业历史啊 其实呢 是在美国 不太好找 这个数据 它不像每年像学术排名呢 就是诺贝尔奖得多得少 但是呢 你说就业好 就业不好 这个数据呢 不太好排 那么在这里边呢 我就要特别提到呢 在我们后人求职呢 我们就有专门的 根据美国的劳工局 美国的移民局 它的历史的数据呢 来看哪个大学的国际毕业生 他的什么专业 去到的什么样的公司 是多是少 是挣多少钱 什么职位 我们这些数据都有 所以根据这个呢 就能够来 从历史来决定 自己呢 上哪个学校 上哪个专业 去哪个地区 好吧 那第四个 就简单讲了 这个比较容易理解 就是是不是省钱 对吧 那么纽约大学呢 可能是一个极端了 我估计呢 纽约大学可能是 除了一些艺术学院以外 它是综合费用最高的 学费也高 而且他也不给奖学金 然后呢 这个地方 你看他的生活费也高 但是他离华尔街进 离百老汇啊 所以你要是学金融的 学传媒的 学电影的 学商业的 可能你就是要在这个地方 但是呢 如果你要是学工程 学数据 学生物 可能就不一定呢 纽约大学就是你的首选 你可能呢 就可以选一个 比如地区比较便宜的 或者呢 是这个学校呢 在某一个具体领域里 是做的比较好的 甭管是科研 还是在这个领域的就业 比如说呢 我以前给大家介绍过 这个叫Central Michigan University 就是中密西根大学 那么他这个地方呢 很靠北了 但是呢 周围呢 就是有多家大型的企业 大家知道这个道琼斯 对吧 道琼斯指数 这个道琼斯 这个道是一个化学公司 他的总部就在 中密西根大学的旁边 那么你去到这儿 你可能就业呢 就会更 而且这些学校 他可能科研上面 可能没有NYU 格大强 但是呢 他的很多经理都在就业方面 所以呢 这个呢 也是要看你的一个 未来的一个目标 你要这么考虑 而且呢 那样地区 当然也是更便宜 再有一个考虑呢 那就是 是不是有奖学金 对吧 NYU我说了 没有奖学金 但是你要去一些小的学校 文理学院啊 或者呢 你把自己的层次呢 降一级 可能就有奖学金 像我们现在 很多的同学呢 其实现在 都是拿了几个offer呢 他放弃了这个大城市 贵的这些学校呢 他选了稍微中小城市 而有奖学金的学校 因为你这贵的学校 比如NYU 他每年 他的这个预算也很高 所以呢 也不一定能够 给所有的学生奖学金 但一些学校呢 他在中小城市呢 他可能呢 这个经济压力就小一些 他就愿意 能够给一些奖学金 所以呢 你综合这四个方面考虑 可能呢 是一个更好的一个 选校的一个策略 那么这个策略呢 适合是以就业结果为导向的 这样的本科留学 还有几乎适合 所有的硕士留学 可能呢 你要来读博士 或者呢 读本科目标不是就业 或者来读高中 不是按照这个策略 但是呢 你如果是来读硕士 而且现在呢 我们要来美国读硕士的同学 越来越多 我身在中国 读了一个硕士 想在美国读第二硕士的 这样同学呢 我觉得我说的这四个方面呢 可以呢 给你作为一个参考 希望对大家有所帮助 好 如果你觉得今天讲的 还可以 可能也能帮助到你的同学朋友 室友和家人 可以分享给他们 可能你这一次分享 就能改变他们的留学道路 和他们的人生轨迹 好 我是陈昂老师 我在美国 下次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